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man 今天呢,我們又回來方舟生存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方舟改版的資訊 那老頭呢,有發現呢 那個我們方舟世界的BOSS多了一隻 他叫做監督者 那個英文名字翻譯 應該英文名字應該叫OVER...OVERSEAR 應該是這樣唸 然後呢,他的翻譯 翻譯過來的名稱叫做監督 好,那我就直接叫他監督者 那據說呢,他是一隻 呃...這整個方舟裡面呢 所有的...所有方舟裡面的生物跟一些地形啊 建構的主宰者 好,這是我猜測啦 因為呢 好像就是說他把我們丟到這個地方 然後類似像是做實驗的感覺吧 沒有啦,我隨便講的 而總而言之呢,這個世界可能有一半都跟這個監督者有關聯性 但是呢,我們今天並不是要來介紹這隻監督者 我們呢,要來監督... 不是 我們要來介紹這個監督者他的小裸裸 我覺得還長得蠻酷的 老頭稍微有看過 不過呢,他在方舟的這個世界是不會出現的 他必須要進去那個飛聲副本 我們上次以前之前改版不是有一個飛聲嗎 就是去那個... 就是去我們那個... 這個大頭...不是大頭... 這個我們地圖裡面中間有一個火山嘛 那個山洞裡面不是之前我們不是進去過一次 打那個最高難度有沒有 他裡面已經被重置了 重置成那個監督者BOSS的那個副本 所以說,以前我們進去嘛是直接飛聲嘛 就直接轉身嘛 現在你必須還要打爆他 你才有辦法轉身 不過這個監督者這個殲滅呢 應該是說我可能下一集 下一集我就會去這個副本裡面然後挑戰一下 順便轉身一下 不過那是下一集的事情 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要來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那個監督者的他們的守衛 總共有分兩種 那我已經上網去查了 把這個指令給找下來了 我們稍微就是稍微把它召喚出來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監督者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威力又多強了 好,我們現在稍微走遠一點 等一下用指令丟出來 丟出來之後 用個強訓應該OK吧 我先把強訓指令給排在下位 應該是可以吧 我直接強訓好了 我不要直接訓服 他好像是無法訓服的 所以說 不用那麼麻煩 反正召喚他出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強訓他 好,我們來試試看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等我一下喔 我把指令拉一拉 OK 好,我們第一隻要出來囉 OK 出現了出現了 我剛還以為我盪機也嚇我一跳就 結果一召喚出來卡超久 然後馬上就出現 我剛以為我這台盪機 嚇死我了 我想說等下當機要重入了 你看他長這不得性 可是他好像不會主動攻擊耶 他現在好像不會主動攻擊的樣子耶 哈囉,你有看見我嗎 為什麼他不會主動攻擊阿 如果我攻擊他,他會不會打我阿 他現在對這隻 他可能是想攻擊 但是他在這裡不能移動 他卡住了是不是 他現在對著這個嘟嘟鳥虎視眈眈的 你看看這個監督者長這個樣子 你看看他的內部 超酷的有沒有 好好笑喔 他現在是卡住不能動吧 我攻擊他一下 他走路為什麼是這樣子阿 我不記得你走路是這個樣子阿 欸有蛇 再見 87 好啦不管了 我們就直接強訓他好了 你看 他血有15多 欸不要鬧好不好 你白你沒贏 你要鬧 OK 強訓他 強訓之後移動速度就正常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欸你不要那麼兇好不好 不要那麼兇好不好 幫你吹個被動攻擊 哇好酷喔 欸為什麼 騎上去之後你看我的頭 哈哈哈哈 我的頭神采飄逸也是怎樣 上面是怎樣 總而言之這個建模好像還沒有建好的樣子吧 就稍微會有點缺失 我怕我等一下當機也怎麼辦 好恐怖喔 那進來他的血量 1515 1541 負重17多 OK 攻擊一初始就好強喔 他的右鍵是類似斬擊 走路超慢的 可不可以點移動速度 左鍵攻擊 右鍵攻擊 有沒有很酷喔 攻擊長這個樣子 來我們挑前面這一隻 欸 血條拉一下 來來來 1824滴血 攻擊他 喔喔喔喔喔喔 三下解決一隻 這麼暴力喔 而且不能踩肉欸 這一隻不能踩肉欸 欸我還蠻好奇 我看一下右鍵傷害多少 我們拿他來開刀好了 右鍵 1283 哇靠太誇張了吧 哇按C鍵會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攻擊啊 有沒有攻擊啊 撞一下 欸沒有欸 他這個沒攻擊的欸 而且只能轉一下子 馬上就出現了 但是可以無限使用 欸為什麼又變回來了 欸他只要撞到 他只要撞到速 他就會停止 所以說我們不能撞到任何東西 然後可以空白劍好像可以跳的樣子 欸可是他還是轉大概3至5秒 還是會自己打開欸 欸 欸我的劍齒怎麼死了 欸欸欸欸 是哪一個小王八爛在那邊咬我們的東西啊 他咬誰 在哪裡 咬屁咬喔 欸欸欸欸 幹什麼東西 在那邊亂咬 欸他把我 他把我誰咬死劍吃虎啊 我把劍吃虎死了 嘿嘿嘿 咬三小喔 莫名其妙欸 在哪裡啊 算了不管了 欸我現在口很渴喔 喝一下水 欸我那隻跑去哪裡了 喔來這裡 他好像看一下他有沒有其他的功能喔 有沒有好像看超屌的 他是無性別所以他不能 他不能 他不能繁殖 X跟力沒有功能 Q也沒功能 然後左劍跟右劍 還蠻屌的啊 然後趕路的時候就用這一招 然後不能做任何攻擊 哇 傷害實在有夠高的啊 我的天啊 我們繼續往前走看看 欸那是我們的中爪龍嘛對不對 這邊都沒有什麼大孔 可以挑一下 他這隻沒有辦法採任何道具啊 任何裝備都不能採 欸我什麼卡了我卡了 打樹也沒有用 他這隻可能還未完成狀態啊 很多東西都 不能不能 不能直接就是獲取之類的 不過他的模組完成度很高啊 這模組一看就知道 已經是完整體了 哇超酷的有沒有 OK 這是咱們的這個監視者的小裸裸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啊 我們可以姑且叫他 螃蟹哥 好不好 就叫螃蟹哥好了 這樣我會把前面那隻解決掉 看起來很暗言 欸為什麼可以採到 醬果啊 他可以挖 他可以挖雜草嗎 欸不要攻擊我 欸我被攻擊了 在哪裡啊 抓到了抓到了 而且他這個 他這個 那個什麼 他這一隻手衛啊 據說只要受到很沉重的傷害之後呢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什麼 金屬裂錶啊 金屬裂殼啊 就會裂開 欸真的餒 你看剛剛對他射了一槍之後 稍微有點龜裂了有沒有 哇 越來越龜裂了耶 哇他這個做的好逼真喔 人家恐龍是流血 然後他是越來越烈 會不會死啊 哇靠 這隻已經快死了 因為他的血是青色的 好好笑喔 快死模式 龜裂模式 欸其實我覺得這樣子還比較帥耶 就有點類似 這樣是什麼 黑化版本的首位 還不錯 還不錯酷有沒有 好我們要把他射死 他死掉就直接爆了 然後變一顆球 哇這顆球撿起來是能量元素耶 好酷喔 怎麼那麼酷啊 好吧 那我們來介紹另外一隻 會飛的齁 出現了 哇開始攻擊我了 這飛行手衛非常的不親民 他開始對我展開射擊 是不是 爆了 然後掉了一個能量碎片 好爽喔 殺一隻獲得一隻耶 太爽了吧 不行我們要用強訓的方式 我想要怎麼強訓喔 先讓時間暫停好了 OK然後我們再召喚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強訓了 好了 我們獲得了這一架 好啦 有沒有看見 我們先讓他不要動 讓你們好好的看清楚他的樣子 欸我不能太靠近 太靠近他一直往後飛耶 因為他是有距離的喔 來 我們拿個望遠鏡照好了 你看 這是他們這個 監督者的這個所謂 飛行系的 還蠻丟的有沒有 來我們直接乘上去看看好了 咱們乘上去 應該可以直接乘 欸走這邊他會自己往後退耶 等從後面來 哇我上去一樣 我的頭髮一樣是分裂 超好笑的 然後太重了太重了 好可以飛了可以飛 哇超酷的 哇他的右鍵是幹嘛 嗯怎麼沒東西 沒東西啊 打一下他有沒有傷害 沒傷害啊 這是一個沒有傷害的能量是吧 我們看一下他可能會吃能量碎片 我們把能量碎片放在他身上 好完全沒反應 左鍵有傷害只有30滴而已 只有30滴而已 然後呢 很快就沒體力了 我們還是把攻擊一點高一點好不好 可是攻擊已經夠高了耶 我們應該投資體力給他 欸不要攻擊我不要攻擊我 我現在不能飛我沒體力 把你炸掉 不要炸喔 我的威力呢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還殺不到他 欸為什麼飛不起來 按空白鍵會飛啦 空白鍵是落地跟起來 只是沒動作而已啊 你看我們飛船 然後右鍵類似像散彈槍 但是實際上射不出什麼毛來 還蠻好笑的 最起碼可以空對地嘛還不錯啦 只是他的幅度沒有這麼廣而已啊 而且還射不到 超鳥的耶 這到底有沒有效果啊 唉唷打到了 欸我已經點攻擊力 他還在只給30滴是怎樣啊 這傷害是給毛 都點過攻擊力了 好爛喔 真的是很爛不是話要講 不過我覺得他唯一的用處就是他的 飛行速度很快 這是我覺得值得戰賞的地方 西劍有什麼功能 他的西劍沒任何功能 他的西劍沒有任何功能 所以你真的還蠻爛的耶 守衛哥 怎麼可以這樣子啊守衛哥 好吧 就姑且把你當成通勤工具好了 或許會好一點 是吧 對啊根本沒有毛用啊 不知 我唯一能打死 的就只有他了 而且為什麼傷害變12滴了 說好的30滴傷害去哪裡了 我還射不到你 我還射不到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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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我人生沒希望了耶 瞄不到啊 嘿嘿嘿 還沒有體力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你只長的帥而已 不過還不錯啦 還蠻屌的一個飛行裝置 不過與其這個 他還回血回滿了耶 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被 我覺得我被 我被騎 我被卯視了 他瞧不起我耶 算了 我讓 監督者 監督者這個旗下的這個 首位 居然被他們自己 創造出來的生物給敲不起 我乾脆去自殺算了 好不好 我去跳河自盡算了 實在是太令人難過了 好吧 我覺得就姑且就把他當成是未完成吧 啊為什麼卡住了 好了好了 哎 現在發什麼情形 What the hell OMG 我整個插在土屋裡了 這遊戲 還有正常的一天嗎 哎唷我起來了 太好了太好了 破繭而出 還是一樣啊 哈哈哈哈 好吧我覺得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這個召喚這兩隻 讓我產生 產生各種莫名其妙的BUG 好不好 那我就用飛的結束這回合吧 OK 那麼今天這個兩個 首位介紹到這裡就為止了 那我們下一集 可能會前往 監視者的這個副本 非生副本 我們去挑戰一下最難的難度 應該是有辦法過啦 就算沒有辦法過 我也要想辦法讓我自己過 就這麼簡單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 再見啦 掰掰 下集會 really 大家 在這邊 找個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